臣妾对陛下 只可为君 难以为爱 只希望陛下 能够放过臣妾 让我们母子俩 在这宫中自生自命 朕连自己的孩子 都瞧不得了 孩子 陛下对一个质子 兴师问罪的时候 可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臣妾又放肆了 朕确实 确实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朕忘记了 无论朕怎么解释 你都不会在乎的 你想怨朕 就怨臣吧 臣妾不能有怨吗 是 臣妾不能有怨 臣妾对陛下 就应该三跪九寇 以谢皇恩 朕几时让你扣谢皇恩了 朕要的 只是你的真心而已 是吗 你扪心自问 你的真心 可全都放在了朕的身上 那陛下呢 陛下想要臣妾 只不过是想跟我 叫个输赢罢了 即便朕要个输赢 你为何不能像其他女子一般辞服于朕 为何 就不能让朕赢个痛快 非得拗着性子 抗争到底 赫兰茗玉 不论朕如何宠爱你 或是冷落你 你都不在乎 朕倒想问问你了 朕该怎么做 你才能真心地顺着朕 只爱朕 曾经臣妾 你也想放弃过去的一切 好好对陛下 可当臣妾 拿出真心的时候 陛下是怎么对臣妾的呢 恕臣妾之言 当陛下强迫臣妾承恩的那一刻起 臣妾对陛下 只可为君 难以为爱 臣妾现在已经别无他穷 只希望陛下 能够放过臣妾 让我们母子俩 在这宫中自圣自命 便是对臣妾 最大的恩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